生育第四胎很丢脸男子吻别新生儿后丢包教堂 一名父亲将他出生才二天的孩子遗弃在教堂里 只因认为拥有第四个孩子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担心受到外界嘲笑 幸好小孩很快就被发现 送医后检查无大碍 警方也在隔天 4日 依虐童罪逮捕了孩子的父母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 印度喀拉拉邦一名32岁的男子比图 和妻子普比哈的第四名孩子在本月初出生 夫妻俩却在二天后趁夜晚无人时将孩子报到教堂遗弃 教堂保全人员在15分钟后就发现了婴儿 赶紧将婴儿送医及报警 警方接获教会人员报案 调阅间试气查看 发现笔图夫妇用橘色包巾包住小婴儿 在教堂附近徘徊 遗弃孩子前 笔图低头亲吻婴儿额头四道别 将孩子放在地上后离去 编走还不断的回头看 似乎仍有些不舍 笔图夫妇遭歹后表示 两人原遇有三名儿女 在妻子怀第四胎时就时常遭到亲友嘲笑 让他们觉得很丢脸 单人孩子出生会受到更大的侮辱 才会偷偷将小孩遗弃 真相是否如笔图所言 仍呆调查 目前两人已被警方依虐同罪起诉送办 都可不得了 封炸 乱温 到 适量 其实 这一旦 这些 一旦 一旦 それ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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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